南山 一番范 门闪耀 我们成都呢有很好的人员啊 我们表演半夜到了成都之后 说要找一些很好的朋友来帮他加油 一下子就来了很多乐队 是 成都的音乐人特别团结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评委老师 对刚才郁可惟的演唱有什么点评 高老师 这样一首 哦 春晓老师来 我想每一个评委都会想在这个时候 去表扬郁可惟 为什么 这样一首歌放在老中青三代人的面前的时候 大家要斟酌 因为这首歌已经不是那么流行了 但是郁可惟今天的演唱 让这首歌有了一个生命 他本身唱的时候是很静美的 但是绒花整个的感觉 是行云流水 是灵动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美 要给你带一朵大红花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唱完绒花和大红花 好嘞 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大众评审 要不要给我们的郁可惟带满 50朵小红花 来 各位老师 请举拍 33位 33位 33分 那接下来我们的专业评审团的老师 来 19位 每人2分 请举拍 36分 36分 再差一位就是满分了 那下面轮到我们的专家评委老师了 首先是黑男老师 请举拍 3分 小松老师 3分 启贤老师 3分 好 春晓老师 没有 拿反了 哎呦 哎呦 我说怎么那么奇怪呢 哎呦 我觉得春晓老师还陶陶醉在刚才那个荣花的意境当中 对 是的 好了 12分 12分 最后的总分是81分 好 非常高 恭喜 谢谢各位 谢谢于可惟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这位选手呢 他是来自贵州的少数民族 极具风情 我们有请02号 潘红月 红月 我来自贵州开你 小的时候 我常常正在街道旁边听到 苗珠的大妈 在卖馒头的声音 他们的声音非常高康 嘹亮 非常的 荡气回唱 满满头 满满 红月 满满头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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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开心 最疯狂 也是最激动的时候 是过节的时候 我们那个地方 最盛大的节 叫做卢生节 每天这一天的时候呢 很多除外地赶来的朋友 还有外国的朋友 就穿上苗子服装 在街上 跳着紧接舞 那种紧接舞的 然后还会吹着卢生 然后还会大声的歌唱 疯狂的跳舞 然后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我是潘红月 我来自于贵州凯莉 我爱凯莉 接下来有请攀和愿带来 一样的月光 什么时候 二十万本 都离我远去 什么时候 身旁的人 已不再熟悉 人潮的拥挤 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沉寂的大地 在静静的夜晚 默默的哭泣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招担心演续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一样的招担心演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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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避养的月日子 避养的我和你 水 避养的月日子 避养的月日子 水 避养的月日子 水 避养的月日子 几个歌手可以代替苏睿把这首歌给唱好 今天你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在法度之内把歌给唱出来 但是对于你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因为我最怕你的是狂放乱流 你只要能控制自己 你就能把歌唱出来 认清自己 好 谢谢老师的肯定 慢慢地在学会控制的潘红岳会唱得越来越好 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大众评审团的意见了 大家刚才在短片里面看到的潘红岳笑得好开心 然后在一样的月光里面又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她 各位来 大众评审团请指派 有人除了举牌还竖起了大拇指来表示对潘红岳的认可 27分 27分 下面是轮到我们的专业评审团的各位老师 听完潘红岳刚才的演唱你们的意见是 请举牌 18分 18分 那下面轮到我们的专家评委老师 春晓老师 没有 七千哥 三分 高晓松老师 没有 黑男 没有 五 一共是三分